一枚喜上眉梢 一枚喜闹之头 许得双喜临门之意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又如何开口问他呢 我又如何开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有重要之事 求见玉姑娘 让她等着 李大人说何事 只说是为了难难父亲之事 我去去就回 李大哥 这是我七年前落难时身上留下的唯一信物 那场老板 这次导解 因为他身分求 你想象象特别 想象到 那你爹 听 squash 像 李生 ição 您的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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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肯定是 您是 您的作词 您的作词 您能接受 您的作词 您可以换藏 您不能新冠 方材的依子凡 与您说了些什么 你还记得她吗 这不是七年前 叶家丢失的玉佩吗 怎么会在你手中 我还想问你呢 这块玉佩是我七年前 大难不死 唯一留下来的信物 本以为 这是寻找南南亲生父亲的重要线索 所以 你因为这块玉佩 而误认为我是南南的父亲 只是误会一场 的确是误会 即便我不是南南的亲生父亲 那又如何 所以说 你之前表现出的那些感情 全都是逢场作戏 你也认为我 让你进去 让我尽力 先遥兴 是 来 您慢用啊 还在因为玉佩的事困惑呢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喜不喜欢叶秀朵啊 不喜欢的话反正不用这么究竟 我懂了 你是在担心楠楠吧 楠楠想要的是自己亲生父亲 恐怕难以接受此事 那不一定啊 我看这叶秀朵跟楠楠呢臭尾相投 虽是师徒却胜似父子嘛 等一下 去吧 所以啊 不妨用一招投其所好 先试探试探楠楠的口风 盐酥鸡 这办法管用嘛 一只盐酥鸡不够 那咱们来两只 回来了 来看看娘亲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干嘛不理人啊 怎么了 谁是羽青楠的娘亲 出来理论理论 就是她 怎么了 你就是羽青楠的娘亲啊 寇年轻的呀 怪不得不会管教孩子 看把我们家孩子揍的 你先拿啊 你动的手 她该打 我 现在会打人了是不是 痛不痛 我没错 没错是吧 手伸好 别打了主人 小主人已经知道错了 知错了没有 不说话是吧 道歉 快道歉啊 做梦 你还敢顶嘴 让开 过来